Hello 大家好 我是蘇瑪 我之前是一個身心障礙者 叫寶園 我今天要聊的親時溝通主題是 如果你面對那種焦慮型的家長 如果你知道他在焦慮的東西是什麼的話 我建議採取的方式是你可以主動告訴他 當天孩子發生的狀況 以減輕他自己的焦慮 我會想要提這個是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學生 他是一到五晚上會去住團體家庭 五六日才會返家 禮拜一的時候呢 他就會很不想要來機構 每到禮拜一的時候 家人就好不會把他臉紅帶騙的騙出來 媽媽就會很關心他在小孩在機構的狀況 一開始的時候他是早上到機構的時候打一通 然後中午的時候會再聯絡我 然後到禮拜二還是會繼續問狀況 因為是焦慮型的媽媽嘛 一講話就要講 好久講二三十分鐘 你一定要打斷他說我現在有什麼事情 一開始我對於他這樣頻繁的跟我聯繫 我會覺得很困擾 是因為我不是只有他一個學生要處理嗎 我一到開始上班之後 我就很多很多事情要處理 到機構是最忙的時候 十二點中午吃飯也是最忙的時候 大概這樣的情況 持續了一個月 我決定就是那個孩子到中心之後 我會主動跟媽媽聯繫 然後告訴他 其實現在狀況還不錯啊 中午的時候也會主動的告訴媽媽 在禮拜四的時候我也會主動跟媽媽說 他這周在機構裡面的狀況其實都還不錯 那禮拜五六日的時候 可能媽媽這邊要對多費心 我們也會跟他好好的溝通 本來是媽媽 因為他等不到電話很急 他又不知道狀況 所以他變得很急 就會常常打電話來 他又抓不到時間 那反過來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我確實有空的時候 我趕快打個電話 跟媽媽報一下他的狀況 我主動的告知他擔心的事情 然後慢慢的我們去做一個摸喝 小孩其實也在策略的配合之下 他也願意在禮拜一出門的時候沒有這麼的困難了 媽媽開始減少打電話來的頻率 慢慢好轉之後 我從禮拜一打兩通電話 變成只要打中午一通電話 就變成不用打電話 我可能變成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 再報備他的狀況就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 其實這種焦慮型的媽媽 你其實知道他在焦慮什麼 我們要不要讓他的焦慮來造成你自己的壓力 反過來你其實可以利用 你知道他在焦慮什麼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去掌控時間 希望我這樣的經驗分享給你們有實際上的幫助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下次我們再見囉 掰掰